郭德纲永远是对的 200多万 05年在北京拿四五千工资 你还想怎么着 天津分社的事 我本来想解释一下 都没地方下嘴 你是不是记错了 有机会咱们把当年参演的人都找来 开个唱话会 直接在平台上直播 你在德元社的时候我有多捧你 经常说你是相声小王子 德元社稍班主吧 是不是你就膨胀了 没事就吹自己养活了半个德元社 师兄弟有敢跟你说话的吗 对面走过来 都得站下来跟你打招呼 连比你大三辈的谢天顺你都想打 可见你是备分如粪土吧 09年你开始到外面拍戏接四处 我为了试图感情都忍了 还答应你随时想回小居场演出都行 可你是怎么做都走六年了 你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发过一个短信没有 11年你给你师娘发了两条短信 到现在还留着呢 我估计你换手机都得备分过去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 但凡你能来找我一次 咱俩一抱一哭 这一切不就过去了吗 有一次陆宗毅 咱俩话中间门对门 你都没来过来看看我 你等我找你呢 咱俩谁是师父啊 你知道我那天等你多长时间吗 助理最后跟我说走吧 棚里都没人了 那一刻我真是挨沫大于心思 村晚咱俩是见着的 满院的都是媒体记者 我在车上你往我这走 我跟助理说把车门给我关上 想看我上家来 大街上同着媒体 数不配合 这事我做的有错吗 再说这个云字 张先生是单独赐给你的吗 别的师兄弟怎么也用云呢 还拿个名章说是证据 那上面可刻着鬼四年呢 时间对得上吗 鬼四年张先生已经去世了呀 再往上推六十年 张先生才十多岁 这张是什么时候刻的 一块青天十二十 五块钱一个字 你干脆刻个前楼玉次 上故宫碰层去 看得出来 你把我的历年所有负面新闻 都给搜集来 多恨我的仇人都没做到这一点 我亲手带大的土地做 不公堂自此师徒远近 这说的便是郭德纲与杨志刚的师徒案 闹得相声界鸡犬不宁 郭德纲父亲侯耀文 侯耀华全部牵扯其中 此时我们把时间线倒回到1989年 在总工会与文工团待了两年后 郭德纲不幸被单位辞退 带着一度的气 郭德纲回到天津老家 经父亲介绍他进入某文化馆工作 彼时文化馆馆长为杨志刚 天津遍地都是明诀 杨志刚称不上诀 但也肖有名气 某日管理有聚餐活动 饭桌上有人起哄道 馆长你这么喜欢 郭德纲不如把他收下 二人口头定下了师徒之约 但并未把知 旅霜久了寒冰必至 郭德纲在馆内负责的是一些日常工作 往来的账目由他负责 恰好郭德纲家里需要装修 他忽然想起 杨志刚早前装修走的是管理的账 那是不是自己也可以走管理的账 想着想着 郭德纲付出的行动 出来也巧 那段时间恰好严查此事 杨志刚先下手为强 揭发了郭德纲贪污行为 虽免于诉讼 但工作受到影响 收入停止发放 每天需要干的事情 变成了打扫卫生扫厕所 外出演出时 郭德纲当苦力负责搬上班下 而且是没有资格坐车回去的 无奈他只能离开文化馆 然而郭德纲还是小瞧了某些人的势力 诺大的天津城 郭德纲找不到一份工作 找不到饭池 郭德纲只能含泪负惊 与此同时 杨志刚找上郭德纲父亲 我离开文化馆的时候 看到人家 和我父亲说过 你记住 郭德纲离开我是死路一条 离开我就要饿死 所以我父亲多年以来 这个话一直在他心里发 郭德纲父亲 某日在家中迎来了一位稀客 此人正是馆长杨志刚 看着郭德纲父亲开口 你记住 你儿子离开我一定会饿死 哪一瞬间父亲什么话也没说 此时的时间线 郭德纲三创北京城 他带着仅有的几千块钱 在北京偏远地住下 屋子里有发霉的味道 刺鼻又钻心 他找遍了北京他认识的所有人 想要凭借着好友之间的关系 继续走向上路 遗憾的是 没有人愿意搭理郭德纲 你师父是谁啊 在相声界如此看重备份的行业 不看僧面看佛面 有师父的话代表有靠山 郭德纲直到这时 依旧认为他的师父是杨志 第一 赞仁郁先生 在中央电视台录音宣传谈的时候 遇见了杨先生 赞先生问 郭德纲是你头的吗 杨先生说 也是也不是 这个话反过来之后 我本是伤心 我这么多年 我一直是还是这么认为的 您既然不太承认我 我现在就咯噔一下 一小时之后 曹云晶直播1.5小时点赞破译 两小时礼物收入破十万 如此吸睛的直播模式 为何郭德纲视而不见 并且一再强调德云弟子 不得直播说相声 仔细分析原因有三 是直播说相声 影响活得打磨 一个成功的作品 是需要在舞台不断打磨 从这个舞台表演到那个剧场 通过网络直播单词 接触人群太多 导致观众在听的兴趣下降 就没办法更好地反复打磨作品 第二点会颠覆传统相声的模式 郭德纲本人曾三令五身 不让徒弟直播说相声 很明显是不同意相声 从舞台转换成直播的形式 因为这样会彻底颠覆相声的模式 与很多小剧场形成竞争 至于是否利于相声发展 那就不得而知了 第三点保持德云社的品牌效应 老郭亲手通过茶馆剧场模式 打造了一个独特的品牌和文化 不想德云社被网络直播削弱 从而自己的剧场收入被直播所分流 至于曹云金的免费听相声 在我看来也只是一种噱头 毕竟实打实的收入在那放 这种东西我觉得无可厚非 毕竟他的小剧场人气不行 再不让收点礼物养家糊口 人家拿什么活啊 连老郭都对此不做评价 我一块手上直播也可以 我不能拦着任何人 他可能不适合我 各人都知道 就我跟杨先生的提官 各大网站都是 郭德纲师父反目 郭德纲对师父如何如何 但是关键一点 师生反目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1993年 1993年我们就已经恩断义绝 因为种种原因 这个原因他说他的道理 我说我的道理 这个过程 我也写了 他也写了 那么93年之后 就谁不理谁了 何来师生反目 又在2005年呢 2005年 2006年 突然间各大报纸 都是杨老师登出来的 大骂郭德纲 如何如何不对 他不认我 我们十年就谁不理谁了 你现在翻出来 这有意思吗 一年前 郭德纲在天津拜的 第一个师父 杨志刚向媒体爆料 郭德纲在天津 虹桥文化馆工作时 因伪造签字 报销发票 被开除 围绕这个问题 两人展开了 长达近一年的 媒体拉锯战 在中国来说 是一个传统的国家 别人俩打起来 哪怕他父亲食恶不错 人民也说 他爸爸是对的 老师和学生打起来 哪怕是老师丧天天良 人民也说 学生是错误的 就这么一个传统的 于中于校的国家 我站出来闹 让更多人看笑话 我就不愿意提 但是后来呢 有几个朋友跟我说 说你不说话是不对的 为什么 你不说话 媒体在你这 得不到任何消息 就会转到 你的敌人那里去 那么天下 就都是人家的声音 你不说话 是不是你默认了 我说不是 还是的 然后大伙就说 你应该把这个事情 原原本本的介绍一下 这样我才在我的博客里 把那段故事写了下来 而且我写的时候 我还在讲 当时人都健在 孤隐其名吧 我只是说 有这么一段经历 那么这个经历 我写完之后 被人家发现 就开始啊 这是骂我 那你骂我 你不说 我解释就不可以吗 然后去告 告 而且是以刑事立案 附带民事诉讼 就是既要你坐牢 还要你赔偿 然后这赔偿的金额 从最初的两百万 到后来逐渐的往下降 一直到最后 这案子宣判 我无罪 其实说两句话 我很遗憾 我很遗憾 这个事情 对我的一生 可能都是 让我挺别扭的一个事情 我只说 那位老师吧 跋扈其人于前 寻衅滋事于后 无君子之才 少大人之量 谢一时之私分 酿无穷之后患 我很遗憾